谢谢大致大会的郭靖红台长 谢谢 我今天想问的是我的儿子 91年的马 91年属马的 想问什么 我想问问他的独属情况 而且他身上有没有业障的名积 还是他的事有怎么样 这匹马 前面两个前提 是往后面转的很厉害 明白吗 也就是说你们对他的压力比较大 对对对吧 哪个话都讲了 对对对 说的对 我们对他的压力大 你们对他的压力大 但是这匹马跑不快 明白吗 跑不快 这个孩子受的压力大 然后这匹马的腿有点传过来了 所以我希望你们给他多捏一点薪金 然后不要让他挤得太紧 你说得非常对 对 然后这个孩子是个好孩子 蛮老实的 特对 每个人对他说他很老实 但是就是推不动他 推不动他 这个孩子老实归老实 还有一个习惯 就是喜欢玩电脑 对 每天晚上两点三点 还在玩电脑 对啊 教育教育教育 每天 所以你要想叫他听话很容易 你必须自己要念经 要学佛 你给每天请大师大 没关心 菩萨 保佑我儿子某某某 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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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专心读书 不要迷恋电脑 你都可以跟菩萨讲的呀 然后给他念二十一遍大 心经 然后再给他念准极神奏就好了 你对对对对对了 你不敢有什么用了 我看出来是很准的 问题我要你改变 你改变不了有什么办法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还有少让他吃鱼 吃鱼还铺脑呢 不到后来跟黄鱼脑子一样 空的 听得懂吗 是的 他的事业 以后没问题的 跟你一样 很精的 你看啊 他尖笑出来了 很精的尖笑出来了 好了 他给我看看 2001年所舍的 我女儿 2001年所舍的 想看什么 看看他的读书情况 我告诉你 100个放心 你这个女儿读书一定好的 明白了吗 楼台上我说的非常对 我女人他考记考那个欧西考得很好很多成绩 你们啊 在台长身边 在西里啊 你们不知道有这么个卢台长 不过呢 这也怪我 因为我一直在西里很低调 所以呢 我希望你们自己以后从此知道了 要好好地跟着台长学佛 你看看人家从全世界这么远的地方都来跟着台长学 所以希望你好好学人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从此以后你会越来越精的 台长给我看看 我59年所舍的 好了不能看了 我相信你说的非常对 你可能两个了 看看 你以后246打电话 921-1301 谢谢都看 好了 谢谢都看